这是低筋面粉 准备做啥了 看这架势 还在现成百度 对啊 没做过 第一次做就少做点 没到时候浪费 你慢慢学 这家伙这么劝 还要蹭呢 转野了 还转味儿抢着 糖放了多少克 35克 糖啊 这是1克 吓死了 然后黄油35克 吓死了呀 这个秤是不是不秤 这是76克 这是76克的老大 哎呀 我也是第一次别吵哈 哎吓死了 这黄油不化呀 黄油你搞从冰箱拿出来 它明明化了呀 摆在这之后 这边板你看 面也是板 我也板 视频中的是这个样子 其中的是这个样子 因为黄油是刚从冰箱拿出来 不融化 只有把锅打开 把这个放到锅上 加温一下 会不会融化的快一点 刚才在锅里加热 然后不行 后来又加了 加了有多少克 加了好多黄油 实在不行 又去那个微波炉里 把那个黄油给化 现在也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这次面又放多了 会啊 不怕哪里 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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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有老师在指导 粘不住啊 粘不住啊 对啊 粘不住啊 粘不住啊 再放点面嘛 黄油太多了 放点面啊 放点蛋 放点蛋液 是不是用蛋液要活了 黄油 粘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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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粘不住了 对粘不住了 粘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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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还怪 在旁呢 那为啥活不成啊 对于我这没做过面食的人 这为啥活不成的 就这就行了呗 是吧 行啊就这吧 保鲜膜 包住 放冰箱 看着表面 放冰箱 多少时间 这么半个小时 我天哪 我一说我绝对成不了吃货 这太费劲了 真是 哎呀 我等着 连做这个东西 就是想到费劲的过程 然后成功成功了 放开了没 这是准备做里边那个 这是做皮的 哦这是做皮的 刚才做的那是芯 我做了上面的脆皮 还没做奶油啊 哎呀 往里头冷凉一下 这是三百克的淡奶油 然后再弄三百克的 是确定是三百克吗 三十克 三十克的白砂糖 脚虫 脚虫 脚虫那种 用那个打蛋器 这都用到我的打蛋器了 打开有纹路 我们做蛋皮 然后现在这个面已经亮的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分三次把这个蛋液倒到里面 第二步跟第三步同时进行 这一步还没结束了 这一步就开始了 好萌 看没 奶油打到有这种小尖尖 这就可以了 看没 奶油的感觉 看没 对奶油奶油 好吃 原来奶油是这么做的呀 今天是 就是不是太甜 现场做了一次 说好的半个小时 你直接在里边放了一个小时 终于可以进烤箱了 终于可以进烤箱了 哎呀 我天哪 二百度 五分钟 现在二百度五分钟 不然做出来这样呢 这跟 它跟曲奇病人一样 好久了 看没 这是泡芙吗 跟曲奇病人一样 这问题出了 我知道了 现在它是空的 你往里一打就把它打起来了 会是这样不 会 应该是 咱试试 因为太实了 打 打透了 哥你尝尝 在楼上吃那个 糖酥 糖酥 对 曲奇饼干 我这叫曲奇饼干 再沾点红豆 都是曲奇饼干 这个刚才打那个是吧 对 要我尝尝 不好吃吗 是脆的吗 嗯 是脆的 哎呀我的天哪 我发现了 我就不是吃货 不是 可以当饼干吃 对 去奇饼干 不是 咱们去外边的蛋糕店 买个泡芙 也就是 花一块钱一个 花十万钱买十个 咱这做了三个多小时 现在做成这样 给大家看一下 你下一次都有所出货 你看多焦多好 成饼干了 来去就那吧 把油挤出来 挤出来放冰箱 吃了 可忌了 我咋弄啊 我天哪 就这吧